我想跟大家分析為何西方現在選擇用新疆作為話語 去攻擊中國 首先看看近期的形勢發展 在2019年的時候 西方以為香港現在成為一個反中的陣地 當時搞得如火如荼 我們知道黑暴在香港大肆破壞 似乎非常有成功機會 因此美國立了《香港人權法》 《西疆人權法》 打算可以借這些切入破壞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管治權 但很可惜 當2020年6月30日 中國發佈了香港的《港區國安法》之後 突然可以對他們說 兜頭淋一盆冷水下去 我們都知道 當時我們看到美國的領事館 香港變賣物業 準備撤退人員 換言之 香港他們認為已經是一個輸了的棋 棄止 棄止是唯有放 香港 現在中國也幫香港完善了選舉法 更加把這條在香港作為切入 影響中國政治這條路完全切斷了 因此對香港的所謂特別貿易的資格也取消了 所以現在香港 即是中國部分 在香港做生意 並沒有任何的優惠 香港已經成為一個廢子 在成為廢子之後 自然仍然需要找一些地方可以制約 限制著中國的發展 其實在西方一直以來 他們都很明白 當中國瑞省 不再這樣沉睡的時候 一定是一個會驚天動力的大人 從舊到拿破崙已經說了 中國是一個沉睡之中的大人 不要叫醒他 叫醒巨人不得了 現在大家可以慢慢看到 中國現在真的醒了 起身了 自然要趁著這個巨人 未曾有能力 真的影響世界得太大的時候 要將他做限制 其實這種思維 跟他們一直常用的分而自知 就是Divine and Conquer 是一樣的 在他們尤其是英國 撤出殖民地之時 通常都會玩這個手段 香港就佈下了多政治 當政黨制 利用了當政黨之間 將香港的實力分裂 在離開印度的時候 就是挑起印度教和穆斯林教之間的紛爭 因此就搞出一個印度和巴基斯坦出來 這種手法 他們放諸四海而皆準 要切入去中國 香港這邊斷了條路之後 還要找其他路線 現在剩下兩個切入點 一個就是西藏那邊 一個就是新疆那邊 就是利用新疆和西藏一些少數民族 作為一個挑戰中國政權的手段 所以我們有見到 在中國開始崛起的時候 在大約2004年開始到 在新疆開始出現一些恐怖活動 這個恐怖活動 有非常多的西方手指印 這個活動 他們想不到中國的反應 是會這麼高明 結果中國現在採取的方法就是 利用增加新疆人口的經濟力量 使他們對於恐怖活動 有一個非常反感 其實恐怖活動 不只影響那些漢人 亦都影響多地人 因為恐怖活動 那個最大的特徵 就是利用恐嚇的手段 恐怖的手段 逼市那裡的政府就範 但很可惜 在新疆逼市 在北京的政府就範 這個影響力不大 因為那裡是二千多萬人 中國說的是十四億人 所以 不能夠做到一個大型的 對中國政治 做大型的衝擊 這個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他們想像不到 中國共產黨有能力 團結了這十四億人 以為這十四億人 就可以 好像很多的少數民族 互相分裂出來 通過這個分裂 使得中國瓦解 於是回到一個 來戰的階段 他們繼續可以 魚肉中國 我相信這個策略已經是 涵通了 但強勞之末 他們都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做 所以就繼續抹黑中國 現在主要說出 新疆的棉花 是有強迫勞工 就使得很多棉花的用戶 就不向新疆買棉花 在這種情況之下 新疆的經濟就會受到打擊 新疆經濟受到打擊 自然的維穩所需要 就會大了 因此他認為 有機會利用新疆的叛亂 拖垮中國共產黨的政治 很可惜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因為中國其實是一個 淨棉花輸入國 它輸入很多棉花 因此新疆的棉花 可以被中國自己消化了 當然新疆的棉花分兩類 一類就是非常高品質的棉花 那些沒問題 中國全部消化了 而不夠那些 通常一半來說 就是中國要向外買的 那些優質棉花 新疆除了出優質棉花 也有大部份的棉花 並非這麼優秀 所以那些棉花 會對他們的經濟有些影響 但我覺得正好借這個機會 會將新疆的棉花 真的將這些 比較上沒那麼好的棉花 換成了優質棉花 改良的耕種技術 將整個新疆的棉花產業 升級 所以我覺得它現在這個動作 可能就是農巧反傳 在頭幾年 新疆可能經濟會稍微 因為棉花的問題 少許打擊 但這個打擊很容易 要利用中央財政的補貼 就可以消除 消除完之後 趁著這個機會 也將新疆棉花的品質 提高一個檔次 結果新疆的經濟總值會升高 亦使得新疆人民更加富有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這個是幫倒忙 沒有辦法達到他們的目的 但沒有辦法 他們通常都要照做 現在也可以說出 今天的西方政治已經損失了當年 他們在統治全世界殖民安時的政治智慧 也可以倒回來說 今天中國的領導陳的政治智慧 比西方高了一大距 因此可以將這些小問題化解 今天的中國政府 有的是能力 新疆人民要他們脫貧 已經做到了 要繼續 使他們可以繼續走向 振強富興之路 現在正值是機會 大家不要忘記 除了棉花之外 新疆是一個農業大國 當然了 因為新疆佔中國的國土面積 一個非常大的比例 有的是農田 怎樣可以將這些農田 好好的利用 利用它天然的溫差的分別 使得新疆的農產品特別甜美 新疆現在的農產品 全國非常受歡迎 所以換句話說 他現在西方用這一招 是絕對行不通的 他們在政策上 也太短視 也沒有看到自己本身的缺點 譬如他現在另一個做法 可以挑起 就是不同種族之間的爭論 對不起 不同的宗教之間爭論 因為新疆有一大部份的回教徒 但是實際上 中國對回教徒 或者普遍的中國人對回教徒 是絕對沒有反感的 另外還有中國本身 因為自己的文化問題 中國人是很接受不同的文化 說謊言這樣說 中國的謊言多得很重要 所以你說另一個謊言 不是問題 我們溝通的都是中國人 總之你認同中國文化 你是中國人 對謊言本身 因為我們一點都不跟計較 你說澄州話好 你說廣東話好 你說福建話好 你說上海話好 總之 我聽得明白說話 聽不明白 大家轉一個 大家聽得明白說話 普通話 搞定 所以中國不會因為 因為語言和自己中國人是分別 因為我們太多 第二我們都不會從宗教 一個很標準的例子就是 好像現在這樣 新疆的回教寺院非常非常多 除了回教寺院給回教徒 到時候去祈禱之外 也變成旅遊景點 漢人很喜歡去看 多好看 多有趣 也都是個景點 沒什麼所謂 我記得我上次去西安的時候 在回教街上 徘徊了非常長的時間 因為太多好吃的東西在這裡 我相信 在街上 不是全部都是回教人 有些其他 族類之人 包括香港人 當然有其他人在這裡 中國對這個 也沒有任何的特別 當然回教徒要吃清真食物 清真食物 我們絕對不介意 吃清真食物 我們覺得很有趣 他們介意不吃我的食物 就遷就他們 沒什麼所謂 這些東西 我們覺得完全沒有所謂 但是西方覺得 這個是 因為他們都是單神論 單神論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問題 就是我的神是真 你的假的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但是中國 一般採取的就是 我不將自己的價值強加於你 因此我們可以接受 你相信你的 我相信我的 你相信幾多個不關我事 我相信幾個也不關你事 大家可以互相容忍 互相兼容 互相一起和平生活 這些特性 西方未必完全明白 因此挑起新疆問題 其實對中國挑起的影響不大 反而這次挑起新疆問題 引致很多中國人對那幾個店 參與不買新疆棉花的店 採取抵制行動 結果受傷就是他們自己的產業 他們的產業受傷自然 最終都會影響他們的政治 最終他們自己 好像毛澤東說的 搬你石頭打自己的腳 現在的情況正正是這樣 原因就是 那個社會哲記裡 那個對自己文化的認識 他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不夠深 所以很多時候會做錯一些 這樣的錯誤決定 那為什麼他對中國文化不夠深 其實很多 你真的要做心理 有些學者可以實實地 根據事實去做研究 但是在現在這個氛圍之下 如果你真的落實去做新疆研究 講一些不合理的話 你根本就發表不了論文出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部份學者 要麼避開不做 要麼就是為了飯碗 就你的喜好去寫論文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對新疆正式的認知也不夠 因此你的決定也是錯誤的 在這裡老葉講清楚 老葉對新疆是沒有研究的 我還沒去過新疆 但我很期望有一天 我真的可以去新疆玩一下 了解一下到底新疆文化如何 至於我擔心自己的個人安全 我可以很大膽告訴大家 我在中國絕對不擔心個人安全 因為中國的治安 的確做得非常非常之好 所以我對我來說 沒有任何的差異 我相信我要去新疆也沒有人阻礙 所以只是 有機會我真的很想去新疆看看 了解中國一個邊緣的省份 到底有多漂亮 食物有多好吃 我真的最喜歡 去看看蝦米瓜到底有多甜 我會選擇 去看看蝦米瓜 有多甜